这一棵太老了 掰了它 这一棵长那么好看 也掰了它 黑贝还刀了一个 竹叶 看来是想吃青菜了 小鸭鸭还吃那个鸭角木 这些都不好吃的 来 它们也很爱吃苦麦的 小鸭鸭 你光叫有什么用 快吃啊 旁边这只鸡来偷吃 我这样在手上拿着 它们吃的比较方便 因为它用力的时候 我也可以用力 然后它就可以扯断 如果放地上的话 它就在那里 嘴巴摇来摇去都摇不断 小鸭鸭强了一点 它比较怕人 怕我抓它 黑贝很霸道 它不让这些鸡吃 大公鸡 黑贝 厉害 这么大一片 这两只鸡厚颜无耻 死皮赖脸的也要过来吃 大公鸡想进来了 哦小鸭鸭 你不要摇我的手 歪歪歪 这是我的手 压小鸭鸭 放低一点给小鸭鸭吃 这是手指 这是青头鸭的母鸭子 是那种小品种的青头鸭 青头鸭是有两种的 一种是可以养的很肥很大的 还有一种就是眼前这个小鸭鸭这种很小巧的体型 被大公鸡抢了一根 它抢过去给母鸡吃 小鸭鸭 好漂亮啊小鸭鸭的羽毛也是 它的翅膀上面有一点蓝色 翅膀尖那里 它也很凶 它 啄了别人一口 嘎嘎嘎 只有有吃的时候小鸭鸭才会过来的 平时我如果离它这么近它早跑了 大公鸡这么怂的吗 小鸭鸭一叫它就吓跑了 这只大公鸡确实是有点怂 鸭子跑了公鸡才咕咕咕咕 叫母鸡过来 来小鸭鸭你吃 高高高 这只小鸭子是从一颗蛋孵化出来 然后养成这么大的 它破壳的时候特别的虚弱 瘦瘦小小的一只 养成这么大真的很不容易